中国人爱存钱造就了中国经济指标上的高储蓄率 高储蓄率从某些角度来讲对国家经济是好事 比如高储蓄率能够抵御很多外部风险冲击 同时也是经济变革换党过程中的压仓石 所以高储蓄率其实是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中国人爱存钱这种优良的文化传统 最近这些年却开始悄然消逝 根据数据显示 最近十年来国内储蓄率年年下降 从2008年的51.9%跌至2018年44.9% 许多人纷纷猜测钱到底去哪了 去买房子了 还是炒股了 还是大火都赚不到钱了 更严重的是 这种趋势好像还没有止住的迹象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中国国民储蓄率在未来五年还会继续下滑至41.6% 为了验证这一说法 我们找一个有代表性的样本城市做参照 也就是郑州市 郑州市属于中国中心城市二线里的龙头 虽然2011年之后 郑州市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增速存在波动 但整体是下行趋势 特别是2015年之后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的增速连续三年快速下滑 这几年 很多人表示 身边的有钱人好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了 这群人反正什么都要买 把自己包装成了中产阶级 什么都买 钱不够怎么办 那就用银行贷款 信用卡 分期 网络贷 所以 我们看到的是储蓄下降 而硬币的另一面 就是债务的高速膨胀 过去十年 全世界新增的债务 六成以上 都是中国人贡献的 这些债务 本来是中国政府 为了应对2008年次贷危机 所带来的全球金融危机 而出台的刺激计划 但是 中国迅速崛起的中产阶层 或者称之为 为中产阶级 却成为了这轮债务扩张最大的人 截至2018年 中国家庭部门的新增负债 超过了非金融企业负债 成为中国新增债务的最大贡献者 我们就以信用卡来说 国内以信用卡为代表的消费类信贷 在家庭部门总债务中 占比为14% 2008年之后 信用卡受信规模大增 同时阴长规模 也相应高速增长 从2008年的1600亿 到现在的6.85万亿 十年内增长了42.8倍 当然 如果从规模体量上来讲 债务里最大的一部分 还是房贷 截至2018年年末 住房按揭贷款 在家庭部门总负债中 占据了60%左右 并且 房贷的增速 还在高速增长 一方面 购房人群规模 持续扩大 另一方面 房价上涨之后 贷款的总金额 也水涨船高 在中国 房贷规模的一路上涨 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 高速发展 虽然房产只是兼具 投资保值的消费品 但在中国 不仅是许多人 居家乐业的灵魂寄托 也是个人及家庭 对该城市教育 医疗 公共配套等 各种城市资源 获得的途径 房贷不仅仅创造了 众多房产投资人的 投资神话 也让一个个房奴 不断诞生 一个又一个巨额的 房贷债务形成 过去的十年 中国家庭部门的债务增速 年均达到30% 这比别的国家 要高很多 中国虽然号称 一亿中产阶级 但很多中产阶级身上 背了大量的债务 所以一旦未来的 现金流跟不上 很容易调出 中产阶级的队伍 国际清算银行 给几个国家 做了一个家庭部门的 常债率图标 从国际清算银行的 数据来看的话 中国家庭部门的 常债率这一比例 正在快速上涨 已经接近韩国 美国这些 家庭债务高的国家了 所以当大量人群 都在投资房产之后 必定会压缩未来支出 以及提供未来的现金流 用来支付月工 这就造成全社会 整体消费能力下滑 同时 一旦经济出现下行趋势 这些中产阶级的现金流 必然会受影响 那么将会导致连锁反应 特别是 一二线城市的购房者 动辄身上背着 上百万的债务 很容易被现金流所绑架 我们再从其他几个角度来看 为什么老百姓 不爱存钱了 一 中国社会进入人口老龄化 很多人觉得年轻人 才处于消费型人口 但其实如果把一个国家 当成一个大账本 老年人 才是国民经济中 消费型人口的构成部分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肯定会导致居民部门 消费总量的提升 从而提高国民消费率 降低国民储蓄率 道理很简单 除少数精英外 大部分普通人 随着年龄的增长 到了一定的时期 财富最后 都是出多入少 如果我们把国内 15至64岁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例 放到一起看 会发现这些人口占比 与国民储蓄率 几乎是同步的 都是从2008 至2009年之后 开始进入到下行趋势里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 历史上同样 也有相同的样本国家 上个世纪 70至80年代 日本二度崛起 当时的日本 也是以高储蓄率 而闻名于世 1991年 日本储蓄率 最高至34.2% 并在随后的25年 下滑至27.3% 而这25年 也是日本 加速老龄化的25年 一个国家 老龄化的到来 几乎是不可逆的趋势 二 超前消费和借债消费的文化 日渐盛行 当年美国老太太 和中国老太太买房的故事 传得家喻户晓 深得人心 自此中国人的消费观 和财富观念 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现在的年轻人 爱透支消费 而社会所提供的信用卡 信用贷 现金贷 网络贷甚至裸贷等等 各种金融借贷工具 使得超前消费 变得唾手可得 各种借贷工具 早已让很多外表光鲜的年轻人 刚出校门就负债累累 三 加杠杆买房 这是居民储蓄率下降的关键因素 回到刚才房贷的话题 2008年 4万亿政策之后 全国房价迎来了 持续上涨 许多家庭 通过高负债购房 截至2018年末 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达到了25.75万亿元 占到了居民总贷款的 53.5% 而居民贷款增速 远远高于居民收入 和存款的增速 大多数家庭的工资性收入 大部分都用于偿还月工 这也导致居民 储蓄率持续的下滑 虽然这几年不少人也有钱了 几个奢侈品 就能把自己包装成 所谓的中产阶级 但是很多人的这种阶层的愉悦 是建立在庞大的债务基础之上 虽然债务是经济发展的 必要金融工具 也是经济成长的结果 但是过快的债务增加 却会阻碍经济稳健长远发展 而家庭部门债务的高速增长 更是需要政府重点关注的 所谓中产阶级家庭 作为宏观经济的重要微观主体构成 这些中流砥柱 不仅仅关系到经济主体的活力 也对社会的平衡与稳定 起到关键的作用 4月19日的中国政治局经济会议 各位应该也都看到了 中国今年的金融去杠杆 会继续推进 债务要继续控制 在大环境去杠杆的背景下 一旦中产阶级 现今流出问题 那么中产财富的幻觉 一戳即破 千万家庭的庞大债务 就会显现在世人面前 所以 中国的国富民强之路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样子 кстати 这 现在